我有一个朋友,他叫小杰,家里是卖汽车的,平时跟我们一起玩的还有小美,小鹰,小日和小冬,因为关系不错,我们都在小杰家里买车,小美他们毅然买了一台,我因为亲戚朋友比较多,就一下提了三十台,有一天小杰给我打电话,金条,你在我家订的这三十台车,方向盘要不要电动调节啊?那肯定要了,买车就是图个享受,该有的配置全都给我对上,咱家不差钱,好的,但是 现在电动调节要加价,加就加呗,咱都是朋友,我知道你不能坑我,过了几天车到了,可我发现,怎么方向盘调节不是电动的呢?是不是弄错了?我找到小杰,兄弟,怎么你给我交的这三十台车都是手动调节呢?我不是加钱改电动了吗?这么多车,别搞错了,金条啊,现在全球都缺芯片,电动调节安不了了,我也没办法,先这样吧,我忙着了,说完他就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一群色,现在芯片确实短缺,将就着用吧,而且方向盘也不是每天都要调,电不电动也没啥影响,再说了,都是朋友,他指定不能坑我,又过了几天,我偶然间听到,原来小美他们订的车都是电动调节的,只有我这三十台不是,这就不对了,我得打个电话问问,小杰啊,为啥别人订的车都有电动调节? 就我的车没有呢,都是朋友,你这有点不讲究了,金条,那天你没听明白,这芯片是缺货,但不是没有,人家订的那几台车有货,缺货的正好是你这三十台 卧槽,这不纯纯拿我当院主吗?小杰,你琢磨一下,你说的这是人话吗?我一下订了三十台,算是你家最大客户了,我也加钱了,而且提前告诉你了,咱俩认识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差过事,都是朋友,你怎么就坑我呢? 我话还没说完,小杰直接把电话挂了,我靠,我一直以为尖嘴猴腮的才是尖伤,没想到啊没想到,小杰这浓眉大眼的也不地道啊,这下把我气得不轻,就想出去散散心,路边我看见一修车的老大爷,这大爷不管是修车还是配件,技术都很牛逼,人送外号博士,我说大爷我在朋友那里订了三十台车,说好了有电动调节,结果提车时别人都有就我没有,这大爷二话没说,扭头打了个电话,哦 我就送来了五十根电动调节转向柱,给我吓一跳,我说大爷,这东西全球都缺货,你咋有这么多呢? 哈哈哈哈,这东西是缺货,但没有那么缺,任小傲和小众家眼外车,都在我这里拿货,说却芯片的都是套路,就是拿你们当大爷的了 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不服不行,跟大爷交流之后,思路一下就打开了,我把小杰干的这破事全告诉了身边朋友,我说小杰这人可不行啊 办事太不讲究,专门坑朋友,以后可不能找他买车,过了一段时间,果然有效,最近小杰家生意离以前差远了,这下他害怕了,给我打电话说好的 调哥啊,你看之前那事是老弟不对,欠考虑了,你看这样行不行,我给你写封道歉信,你看我家大爷大的也没服过谁,这次就当给你低头了 俗话说得饶人处且饶人,我也不想把关系闹太僵,就同意了,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说这话的时候小杰可能正蹲坑的,他顺手就扯了张手指,就把道歉信给我写了,拿给我一看,差点没给我弃一根头 我说咱俩这朋友就到这吧,那电动调节我也不要了,你把我家的钱退给我,金条你有完没完,我们家可没有退钱这项电话 我告诉你啊,看在朋友面子上,我最多给你一张满一百万捡两千的冤重票,说着把票给我一甩,有头就走了,到现在也找不到人 小伙伴们,有认识小杰的吗,帮我转告他,你小子,不地道啊,我是王金条,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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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好心送菜却被亲戚诬陷送的是烂菜 无良亲戚诬陷我,最后我让他身败名裂 老家有一个远房亲戚,我管他叫表舅,说起我这表舅,那你就别管了,一辈子好吃懒做,属于那种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竹 前几年还总是去马路上碰瓷,现在汽车都安行车记录仪,他这才失业了,纯纯一老无赖 你这个糟老头女话的 都五十多了,还打着光棍,但他毕竟是老妈的表弟 老妈这边的亲戚也都挺替他发愁,总想着帮他一把 就在前几天,老妈接到表舅电话,他说自己生病了,困在家里不能出门 现在吃的东西都没了,然后老妈就跟我说 金条啊,你表舅身体不好呢,毕竟年纪大了,身边也没个人照顾 你去买点东西看看他吧 呵呵,都什么年代了,还能混到饭都吃不上了 但是没办法,老妈的话又不能不听,我只好去超市买东西 本来我是想买点熟食的,但是我突然想到,你不是好吃懒做吗 今天我就治治你这毛病,就给你买些蔬菜和生肉 想吃饭,自己动手做,这样也算完成老妈给的任务了 哈哈,我实在是太机智了,到了表舅家 表舅听见动静赶紧跑出来接我 一见我拿着这么多东西,高兴的一把就抢了过去 这哪像是生病了啊,一进屋 我的妈呀,这也太邋遢了,屋里还摆着夜壶 这是厕所都懒得去了啊,屋里到处散发着一股股刺鼻的味道 就像种地用的化肥那样 然后他也不理我,就忙着帮我给他带的东西 帮了一会,突然头一歪,说 大外甥,有你这么看长辈的吗 你就给我拿点这土豆白菜啊,你当老就是兔子呢 你说你买点猪头肉小烧鸡多好 你小时候老舅白疼你了 老舅,你看你说的,那熟食啥的都放不住 也就能吃一顿,这蔬菜多好 这些菜够你吃好几天 然后我不顾表舅的白眼 说了两句话就赶紧溜了 结果我没想到,我这表舅却想趁此诬陷我 他毁谤我呀,他在毁谤我呀 第二天,大一听老妈说表舅病了,也去看他 结果看见表舅正提着蔬菜往外扔了 大一赶紧问他这是干啥呢 怎么把菜都扔了 表舅一看被发现了,就赶紧说 这都是金条送过来的 金条这孩子是真不拿我当亲戚啊 这东西拿过来都是坏的 土豆都发芽了,黄瓜都烂了 西红柿也压碎了 昨天我吃了土豆之后,就感觉头晕恶心 我都怀疑我食物中毒了 表舅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委屈 还说我就是看不起他这个舅舅 去看他就知道拿些烂蔬菜 不定是在那个垃圾桶里捡的呢 这下把他都吃坏了 大一一听气得不行 赶紧打电话把我们叫了过去 我们到了表舅那边,都没让我们进门 他一看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 而且大一已经完全信了他的 于是就开始给我闹 说我不拿他当掌握 说我是利眼,看不起他 然后我跟表舅说 老舅,我错了,你别闹了 有啥事回家说 他一看我这样,就以为是我唏嘘,怕了他 然后他就说 金条是你送来的烂菜,把我吃坏了 我现在浑身上下脑袋疼 你说怎么办吧 表舅,如果是我给你送的菜,把你吃坏了 那这是我的责任 表舅一听,我这么说,更得意了 那还用说吗 就是你的责任 拿那些烂菜给我吃 你当我是要饭的呢 我告诉你 看在你是我外甥的份上 我就不去告你了 但是,你得给我拿三千块钱 我得去医院看病 老舅,你这是职业病患了吧 碰瓷都碰到我身上了 我跟你讲 既然这样 那也别怪我不讲亲戚情面 我把大一气的 上去就给了表舅一巴掌 说再也不管他了 老瓜子是不是光讽的 你这都是我玩剩下的知道吗 我啥样的无赖没见过 都是一家人 我就不告你 交诈勒索了 以后啊 咱们就当没这门亲戚 小伙伴们 你见过这样的事情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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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 上个月 我一个表叔带着他家好大儿来我家 说是狗亲戚 其实就是来借钱 每次都这样 所以我都学会抢达了 其实我们两家关系还是很近的 而且他借钱也不多 所以老爸也没想着要 当然 这不是重点 我对阶级家里亲戚没有任何意见 重点是 他每次都带他的好大儿来 这才是让我头疼的地方 我这表弟今年八岁 正是狗闲人厌的年纪 而且他在老家好像就是那一代的孩子王 所以那真不是一般的逃 到了我家就像进了敌人大本营一样 就差尿点尿画地盘了 而且这熊孩子脸皮特厚 说啥都不管用 一碰他他还鬼哭狼嚎 跑到他爸身后就给你做鬼脸 真是一点办法没有 不过 他也算有一个优点 就是喜欢养兔子 他有一只兔子从小一直养到大 这次也带来了 可以说这兔子就是他的新头肉 这次他们来之前 我就赶紧把所有手办和游戏机全藏了 电脑也设置了开机密码 所以这次熊孩子只能闲得在客厅砸滚 我也不理他 就出门找二狗完了 我自认为我的防备已经非常全面 但事实证明 我还是低估了熊孩子的破坏力 在二狗家 我接到了老爸的电话 说表弟好像把我电脑弄坏了 我当时就赶到 我所有的动画原文件可都在电脑里 我非也是的赶回家里 只问熊孩子对我电脑做了什么丧心病狂的事 这熊孩子也知道闯祸了 谢诺的说 我就是想玩一下电脑 但是你电脑有密码 我记得电影里他们开密码锁 都是把锁弄短路就打开了 然后 然后我就往电脑上撒了泡尿 他确实短路了 都冒烟了 可他为啥不能解锁呢 我靠 你也真他妈是个人才 表叔你也是 能不能别让他看那些脑残电影了 多看王金条 长长知识多好 你看这给我弄的 先不说电脑多少钱 我资料全在里边呢 大侄子 你看你提前干啥 他还是个孩子 他不懂事 你还不懂事吗 再说了 幸亏没电到 要不然在你家出事了 你家也有责任是不是 我靠 对话说的 还是我家的错了 老爸虽然脸色也不好看 但是也没说啥 让我赶紧拿着电脑去修一下 我赶到电脑城 惯性 只是电源烧了 主板和硬盘都没事 虽然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熊孩子的行为和表叔说的话 让我是越想越气 表叔这些年只会拿我家当提款机 这熊孩子弄怪我东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家人们给我来个三连 今天我要让他尝尝失去的滋味 回到家 我跟表叔说 电脑电源坏了 花了几百块 你儿子这抛尿壳可值钱呢 表叔听了就黑黑的笑 赔钱的事只字不提 其实我也没打算要 因为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对付他们 我说表叔在家里吃饭吧 我去饭店要几个菜 表叔听了笑得更灿烂了 我都能看见他那小舌头 然后我就趁他们不注意 拿走了表弟养的兔子 不得不说 这熊孩子对兔子是真不错 养的真肥啊 到了饭店 我对服务员说 帮我把这只兔子烧了 一定要爆炒 然后又点了几个小菜 回到家面对满满一多的美味 表叔和熊孩子跟恶极眼似的 一阵风卷残云 尤其那只兔子 连骨头都被嚼了 我问表弟 这肉好吃吗 表弟说 好吃 太好吃了 我说好吃那就多吃点 反正也是你们带来的 表弟一开始没听明白 他一个劲往嘴里塞呢 突然啪唧一声 他的筷子掉了 表情也逐渐变得扭曲 不敢相信的问 你说这是啥肉 我淡淡地说 就是你带来的那只兔子 我让饭店给炒了 以后你们别拿东西来了 都是自家亲戚 客气啥 这熊孩子俩眼一黑 差点就在地上 表叔一把扶住了他 瞎了半天 人中才缓过来 画出一阵私心灭肺的苦好 我估计我表叔走的时候 他都不会这样 然后表叔就指责我 你怎么能吃了他的兔子 那可是他弟弟啊 我赶紧说 我可不知道啊 我以为那是你们拿来的特产呢 而且 我们可一口没吃啊 都是你俩吃的 这还有一点 要不一会你俩咋包拿回去埋了吧 你们城里人心眼太坏了 以后就当我没你们这门亲戚 确实自这之后 表叔就再也没来过了 当然 钱也没还过 家人们 你们觉得我做得过分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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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无赖大爷嚣张跋扈 最终下场凄惨 给大家讲一个 预警朋友告诉我的真实事件 为方便叙述 我以第一人称来讲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小区里有一老大爷 其实岁数也不是特别大 六十出头 听说年轻的时候当做红卫兵 上年级的朋友应该了解那段历史 我就不多说了 就说大爷现在 好多年前 他就把老婆打跑了 孩子也没跟他 所以现在 就是老光棍一个人 不知道是不是 多年光棍导致的心理骨验 他这人性格特古怪 有时候走在街上 别人可能无心的 朝他这边瞅了一眼 他就要骂人 甚至连小孩都欺负 小兔崽子 过来 你干嘛去 我去找我妈妈 找你妈干嘛 你妈早跟人跑了 坐公交车的时候 听见别人笑 他也要过去 指着人鼻子骂半天 说人家没素质 笑那么大声 吓到他了 只要对方敢还口 直接躺地下装死 不额点钱 绝不起来 纯纯一老无赖 在小区里也是 已经骂遍社区无敌手了 没有老婆能跟他过招 无敌一般的存在 周围里 平时都躲着他走 生怕让他 敲出毛病骂一顿 其实这些年人们 跟他发生冲突 也经常报警 但这都是一些小事 他又年纪大了 警察来了 无非就是调解一下 他也就越发地 开始依老卖老 大事不犯 小事不断 去年年底 他隔壁邻居家 女儿要出嫁 因为喜事当天 新郎要过来接新娘 早上免不了 要闹整一下 必定喜事 出的就是个热闹 他邻居 早就想到了这点 所以提前 就给周边邻居 都打了招呼 发了红包 并且特意买了 几样礼物 给他送去 他当时也是 满脸堆笑地答应了 转眼到了喜事当天 新郎来接新娘 正敲门呢 这老无赖出来了 指着接亲的人群 就开始嘛 大喜的日子 不能让他给搅和了 于是南方一个管事的 就把大爷拉到一边 拿出喜烟地给大爷 说大喜的日子 体谅一下 与帮家属听到外边有动静 也赶紧跑了出来 好生好气地跟大爷说 大爷 之前不是给您打过招呼了吗 当时不是说得好好的 这大爷脸一扭 只高气昂地回道 是打招呼了 我那是同意你们结婚 谁让你们这么吵了 南方管事的人一听正 也不高兴了 说新郎新娘结婚正周灵了 还用经过你同意吗 结果这大爷 今天也许是起床气有点大 也许是看对方办喜事 不敢跟他较真 人家话还没说完 就抬手给了人一巴掌 眼镜都给打掉了 这新郎家属当下就不干了 直接就报了警 这大爷下手也真是没轻没重 一巴掌就给人打了个耳膜穿口 法医鉴定轻伤二级 这次警察叔叔也没跟他废话 直接就送看守所了 最后是因寻衅滋事被判了三年 你以为这就完了 不 我朋友跟我说 这老无奈本来就有藏药病 但是那里面只能提供降藏药 如果需要胰岛素 是要关押人的家属去送的 他早就把老婆打跑了 看守所通知他儿子 他儿子也不管 更没人给他申请保外就医 所以没关多长时间 他双腿就烂了 在那里边 如果你不能动了 别人更没有照顾你的意义 那下场可想而知 特别惨 特别特别惨 可是这又能怪谁呢 一切都是因果报应吧 我是王金桥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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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大 室友深夜让民 屡教不改 看我怎么治他 大学刚毕业那年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房子 因为收入有限 所以我只能选择合同 虽然我有一点社恐 但是这样省下来的钱 够我一个月的开销 我也只能向现实妥协 一开始我想的很简单 两个人合作 又都是年轻人 一定会有共同话题 接触几次就熟悉了 可能还会成为好朋友 但是搬进来后 我才发现 我跟室友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我是苦逼的996 他是资深的夜店厂 虽然我俩同在一个屋檐下 但几乎是见不到对方的 每天早上我出门上班了 他还在房间睡觉 我下班回来 他已经出去了 一直到后半夜 我睡着了 他才回来 他比我大几岁 具体做啥的 我也不太清楚 不同的生活习惯 就成了我俩矛盾的导火索 他每天晚上回来之后 虽然是后半夜 虽然我在睡觉 但他丝毫不不及 洗澡吹头发 这我无话可说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 他每天回来都要洗衣服 我们那个洗衣机是旧的 特别吵 你不按着他 他能自己从卫生间走出来那种 也不知道他是故意 不关卫生间的门 还是深夜的静命 把噪声放大了 每天我都要被吵醒几次 前半夜被吵醒还好 后半夜醒了 再入睡可难了 这是一种精神折磨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了了 去找他 大哥 这大晚上的怎么懂洗衣服啊 都没办法睡觉了 老弟啊 吵到你了吗 我点了点头 心里想 你心里没点逼数吗 这动静都快赶上打仗了 习惯救好了老弟 我这人有强迫症 回来就想把该做的都做了 要不然睡不着 我他妈就呵呵了 你是能睡了 合着 我是祭品呗 虾饼 那你这样 周围邻居该有意见了 没事 我都住这两年了 楼下一只没人 咱们旁边是两个租房的小姑娘 已经被我骂服了 说着他还露出了傲娇的表情 这样的人真的让我从心里感到恶心 不自觉不自知 还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呢 尊重都是相互的 既然你不尊重我 那我也没必要惯着你 看我怎么治你吧 第二天 我调整了一下坐席时间 早上提前起床一小时 把下班后做的事情摸到早上来做 一边洗衣服 一边吹头发 我知道他这段时间 刚睡一会 现在被吵醒是最难受的 然后我出门之前 特意把一个不用的手机放在我房间 铃声调到最大 每个半小时闹钟就响一次 你不是晚上不让我睡好吗 那咱就互相伤害吧 让你也感受一下 想睡不能睡的滋味 当天晚上我正睡觉呢 有人教我房门 肯定是他来找我了 呵呵 小垃圾才一天就受不了了 这么晚了有事吗 老弟 怎么你早上那么吵啊 我刚睡着就被你吵醒了 因为你晚上总是吵醒我 我醒了就睡不着了 就起床收拾一下 省得晚上下班收拾了 那你白天不理也那么吵啊 我刚睡一会儿就给我吵醒了 我晚上都没办法上班了 不好意思 我手机丢家里了 可能电话有点多 我明天还要早起 我先睡了 你好快哦 我好喜欢 之后每天我都这样 只要他不改 我就跟他对抗到底 我中午还能在公司睡一下充充电 他上夜班睡不好是真难受 看谁先扛不住吧 估计他也知道了 我是故意这样做的 这几天折腾的他肯定够够的了 果然没几天 他就又来找我了 老弟 你看你 嫌我操 你直说不就行了 有必要这样吗 真是的 也就是我有素质 不跟你一般见识 换别人你早挨揍了 你知道吗 以后晚上我不洗衣服了 你也别整动静了听见没 要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呵呵 这算跟我撕破脸吗 最后我倒成坏人了 不过无所谓 反正我俩生活上也没有交集 而且事情不是也解决了吗 事实证明 一味的妥协换来的 只有得寸进尺 对待某些人 只有以恶制恶 才能达到目的 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不敢胡说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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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无赖老板欠心不给 看我如何讨回 几年前 我跟同村一些小伙伴一起 去工地上做小工 带我们去的工头 也是我们一个同乡 当时要去外地 而我们身上也没有多少钱 所以我们就跟工头协商好 工作满一周 可以先预之一部分工资 做生活费 然后每月五号固定发工资 我们都是正值轻壮的年轻小伙 工作也都很卖力 工程进度很快 在我们做了十几天的时候 就想跟工头预支一些生活费 但是我们跟他说时 他却为难地跟我们说 最近有点困难 他店的款还没有收回来 等下月五号一起开工资吧 我们看他说得很诚恳 应该是真的有难处 也就没说什么 然后我们就尽量省着花 不去外边买盒饭了 就在工地吃免费的水煮白菜 还有硬的可以砸核桃的铁皮馒头 由于长期的重体力劳动 工地的饭也没有油水 我们一个个面黄肌瘦 就这样我们终于扛到了发工资的日子 可是我们等到天黑了 工头也不说发工资 于是我们就去办公室找他 结果他还是摆出一副很难的样子 还说我们进场的时候 用工合同是跟上边分包公司签的 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懂 但是他说了半天 好像意思是我们的工资不应该他给 应该上边公司给 而且他还点进去很多钱 我们虽然听不懂 但是感觉他说的有道理啊 于是我们就傻傻的去公司要钱 公司领导听我们说完 说他们确实是工头的上级公司 但是这些工程是分包给了他的 所以人工这方面费用是工头承担的 我们虽然听不太懂 但是感觉他说的也有道理 于是我们又去找工头 工头又说你们真傻 都被他骗了 他胡你们呢 你们去给他闹 去公司拉横幅赌门口 后来我们合计 不能这样让他们当皮球踢 也不能让工头当枪使 我们一定要掌握主动权 于是我就打开了微信的 国务客户端小程序 找到拖欠工资处理栏 填上了事情经过和资料 这种事情不能拖 越早处理越好 这期间我们就罢工 并且不断找工头要钱 有一天晚上 工头说去找朋友拿点钱 给我们发工资 我们当时都高兴坏了 结果没等到他回来 反而房东来了 原来是工头给我们租的房子 要交房租了 他也并不是出去筹钱 而是躲债了 房东找不到他 我们也没钱交房租 房东只能把我们赶了出来 当天晚上 我们只能在桥洞里住了下来 当时我的心里五味杂陈 又失望又委屈 又气愤又无助 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 睡在桥洞的感觉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 第二天 我手机响了 是分包公司打来的 问我是不是去建委 把他们告了 还说让我去公司一下 把问题解决了 我们一看 有希望了 到了公司 还是那个领导 他跟我们说 并不是公司拖欠他工程款 按照规定 要公投先来核对工程量 公司才能给他结款 但是公投一直拖着不来核对 至于工资的问题 完全是公投个人原因 跟公司无关的 我们明白了 问题就是在公投那边 这人实在太可恶了 可是我们现在已经联系不上他了 这时候这个领导又说帮我们把他找来 果然领导给他打了电话之后 不一会他就来了 面对着公司领导和我们 他说的可好了 说马上就核对工程量 核对完后马上发工资 然后就要走 我们现在一点都不信他了 于是我就一直跟着他 他去哪儿 我就去哪儿 晚上直接睡到他那里 他打电话 我就在电话边大声唱歌 他吃饭我就拔碗抢过来倒吊 晚上他只要睡着了 我就给他摇醒 他说要打我 我说你打 他说要报警 我说那太好了 然后他骂我怎么这么无赖 我说对你这样的无赖 就要用这样无赖的手段 就这样过了两天 他终于认输了 乖乖的去核对了工程量 核对完之后 分包公司特意把我们的工资部分扣除掉 直接给了我们 就是怕他再打什么坏主意 然后以工程质量为由 跟他解除了合作 也算是帮我们出了口过气 当初我们就是看在 他是同乡的情况下 跟他一起出来打工的 没想到坑我们最惨的 也正是这个同乡 真是事态炎凉 你有过讨薪的心酸经历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 我是王金条 祝福每一位为生活 忙碌奔波的打工人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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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太过分了 无赖邻居竟然用杂物把我房门堵死 看我怎么收拾你 事情是这样的 由于最近做的动画 点赞转发比较少 所以我的收益也降低了 恰好我看到新闻上专家建议 逼收入家庭 可以把闲置的房子租出去 这一下倒提醒我了 三环那边确实有一套房子还空着 但出租之前怎么也要先收拾一下 两年多不来了 今天一上楼 好家伙可给我吓了一跳 也不知道哪家放的杂物 硬生生把房门都给我堵死了 这人肯定是玩俄罗斯方块的高手 太会骂东西了 上面的蜘蛛网一层压着一层 看样子已经放了好长时间 合着这两家把我门口荡成他们废物间了 我赶紧敲开802房门 你找谁啊 大姐我是801的业主 这房子我空了一段时间 现在想过来收拾一下 你看我们前那些东西有没有你家的 麻烦你收一下吧 你怎么不让803收啊 我就放了几个柜子几个箱子 还有一缸酸菜 别的都是他家放的 你先让803搬吧 行大姐你想着点啊 我这找 然后我又去找803 你谁啊 你好大哥 我是801的 你看我那边堆了那么多东西 我都进不去家了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呗 你看我这正忙着呢 哪有时间啊 你自己弄吧 都不是外人 你给我搬到楼上就行 楼上那家也没人住 卧槽 几个意思 你们挡我门口 还让我自己收拾 这多少是有点不要脸了吧 既然这样 那可就别怪我了 我先去打印了一张通知 邻居你好 我的房子即将入住 请在两天之内将我门前的杂物搬走 感谢配合 我把纸贴在了楼道 保证他们都能看见 然后我就回家了 过了三天 我刻意多等了一天 我又去看房子 发现杂物不仅没有动 反而我打印的通知也被柔成纸团丢在了地上 呵呵 挑衅 这是赤裸裸的挑衅 他们是真不知道火王林杀手的名号啊 我也不跟你们废话了 这人就不能贯 越贯越混蛋 我立马到旧货市场找了两个收费品的大爷 把那些杂物的照片给大爷看了一下 大爷说这些东西最多给我三百 我说我就要两百 那缸酸菜白送你们 只要你们帮我把卫生打扫好就行 还有干活的时候尽量小点声 隔壁邻居室太多 大爷听了饿的嘴都合不上了 这都不用你说 我们经历过的太多了 我给他们留了地址 开车先回了楼上 两位大爷生怕我反悔 三轮车都当冒烟了 紧随其后就到了楼上 不到十分钟就把东西搬空了 门前还给我收拾的干干净净 然后笑着给了我二百块 真好 这样大家都开心 当然没过多久 不开心的就找来了 小伙子 我们的东西你弄拿去了 你们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啊 我还以为你们看到我贴的通知搬走了呢 我们没搬 怎么就没了呢 我那酸菜可刚烟好了 是啊 东西不可能自己跑了吧 我那鞋垫底下还藏着七块二的私房钱呢 我可没工夫跟他们掰扯 言多必试 大哥大姐 我刚过来啥也不知道 我还要收拾屋子 你们自己找找吧 呵呵 你们能找到才怪 再说了 我门前的东西 谁能证明是你们的 哎 用这二百块再雇个保洁 把家里打扫一下 直接就能出租了 我真是太他妈机智了 我是王金桥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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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无赖邻居楼道放杂物 我一怒之下全给他砸了 结果他还赔我三万块 我的邻居一家都是奇葩 自从他们搬过来之后 我这居住环境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儿子是每天在楼道里吸烟打电话 也不知道咋想的 非要跑我这边来吸 那烟全都漂我屋里了 这大爷是养狗 每天在楼道里给狗刷毛 因为我家是楼道队里面 我每次回来都沾一身狗毛 大妈就更奇葩了 总是在单元门口站着 只要过人就拉着人唠嗑 也不管认不认识 你能想象我每次憋着想 被大妈拦在楼下 不让走的顶迫吗 而且他们搬过来没多久 也不知道从哪逃换了一些旧门窗 在锅里的 连招呼都没打 就直接放我门外了 这可是我门口啊 虽然不影响我进出 可我要是搬个东西 或者我之后再长胖了 那就太别扭了 最让我生气的是 他们屁都不放一个 这是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啊 真是欺负人没脾气 我扭头就去找他们了 开门的是隔壁大爷 你有什么事吗 呵呵 这老头真会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问他为啥把东西放我门口 大爷就给我东拉西扯的 说这些门窗过段时间就要用 还说什么站的是公贪面地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一盯就放一段时间 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也没说啥 可转眼过去了三个多月 这些门窗上眼瞅着都挂了支柱网了 有一天我回来 一不留神 一脚踢在了窗户脚上 当时我就感觉 我这小脚趾好像断了 疼得我原地僵直 半天才缓过来 不行 不能再让他们放着了 这以后不定还要给我 带来多大的伤害呢 于是我又去找他们 这次开门的是他家儿子 愣而发迹的 我问他外边这门窗 啥时候搬走 就这么放着吧 反正不碍事 什么 不碍事 你怎么不放你家里啊 你说句痛快话 到底什么时候搬走 不知道啊 再过个几年吧 这东西反正也放不坏 这一下柯把我气炸了 不行 这东西非常影响我的进出 我已经不止一次被他绊倒了 我再给你们一天时间 明天我回来之前 必须给我搬走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呵呵 你瞎啊 那么大东西看不见 我今天不想跟你们废话 明天搬走 咱们啥事都没有 临走 我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到了第二天 我一出门 就看到门窗上 还多了一堆垃圾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这是故意气我呢 呵呵 太幼稚 转眼到了下午 我回家 一眼就看见楼道门窗还在放着 而且上面的垃圾还更多了 我一次次的忍让 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 我如果再不发威 他们就要起我头上拉屎了 这次我连招呼都没打 进屋拿出来一个哑铃 照着窗户上的玻璃 狠狠砸了下去 噼里啪啦 一下玻璃就全碎了 听到声响 隔壁大爷大妈赶紧跑了出来 跳着脚才骂我呢 我也毫不退让地大声跟他们吵 就在这时 他家儿子也跑了出来 上来就给了一片炮 这俩老东西一看动手了 就也帮着他儿子挡 老太太那爪子挠得可太疼了 最后还是别的邻居报的警 到了派出所 这俩老东西就开始表演了 说自己浑身上下脑袋疼 幸亏我的门上安着可是门铃 可以证明我全程没有动手 而且我这情况肯定是轻微伤了 我说这俩老人岁数大了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他儿子必须要拘留 这下他们才怕了 要真被拘留了 首先他儿子工作肯定就没了 以后小孩可能也会受影响 考虑到我也砸了他们东西 四舍五路一下 我就要了三万块 你们说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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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楼下装修竟敢砸掉承重墙 业主集体起诉 让他裤衩子都赔光 一天我去看爸妈 他们住的是一个老小区 九十年代建的那种专混楼 就在我上到二楼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家正在装修 我记得这是李书家 就想走进去打个招呼 装修工人正热火朝天的忙着 电钻和大锤砸得震天响 屋里到处都是砖娃 看来这是要大改 这时走过来一个装修工人 看样子应该是个小头头 你干嘛的 有事吗 啊没事 看你们装修的挺热闹 我过来看看 这家小两口年底结婚 工期催得紧 这里比较危险 你不要乱动啊 行 我就随便看看 你忙你的 然后这位工人就走了 看来这是李书把房子卖了搬走了啊 你别说 这老房子一装修 感觉也挺宽敞的 怎么爸妈家就感觉空间那么小呢 带着一问 我就仔细看了看 好像感觉哪里不对劲呢 突然我发现 客厅跟卧室的承重墙怎么没有了 我走过去仔细一看 原来是装修队 把承重墙给砸了 墙边还能看到被砸掉的碎砖块 妈呀 这可是承重墙啊 这可太危险了 我赶紧找到刚才那位小头头 我说大哥 这面墙怎么砸了呢 这可是承重墙啊 废话 我不知道那是承重墙啊 我该说的都给他说了 他非要拆 还说一切后果由他承担 正说着 这家男主人回来了 怎么了 你是谁啊 在这指手画脚的 我说大哥 你怎么把承重墙给砸了 怎么了 这是我花钱买的房 我想砸什么就砸什么 你管得着吗你 你废话 我就住你楼上 你砸了承重墙 我们家还怎么住啊 呵呵 原来是楼上的啊 你这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吧 咱还没成邻居呢 你就管这么关 这房是我买的 墙也是我的 我砸自己的墙你都要管 你吃饱了撑的吧 让你多读书 你非要去喂猪 你砸窗户砸门 甚至砸自己脑袋都没事 但你不能砸承重墙 万一出了事 整栋楼都跟着遭殃 哦 行了 你少跟我扯这乱七八糟的 砸承重墙的多了去了 你见哪个出事了 我也懒得跟你扯淡 赶紧走 别耽误我装修 这人真是不知好歹 我回到爸妈家 本来想跟他们说一下这件事 但我一看墙上 发现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有了两刀裂纹 而且是很新的 老妈这才发现 赶紧跑楼上去看 果然楼上也发现了裂纹 这可把人都吓坏了 这说明房子的主体结构 已经不安全了 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 我们赶紧给部件部 打去了电话 听我们说 已经发现了墙体裂缝 马上就派了检测人员和警察叔叔过来了 警察叔叔可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就把这大哥和装修的工头靠上了 刚才还很豪横的大哥 现在吓得跟个小鸡仔似的 经过检测 发现房屋墙体均存在不同程度开裂 并且房体出现了倾斜 房屋危险等级为D级 也就是说整栋楼房现已变成了危房 需要进行加固强化 西天该楼十四户业主要暂时居住旅馆或投钦铐友 每户发放四千元安置费 由赵氏业主支付 听到这里 大哥吓得脸都绿了 到这还不算完 由于他给我们所有房屋造成了损害 房子肯定都贬值了 所以业主联名把他告上了法院 最后大哥被判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队 洗涤三年小黑屋 同时罚款十万 并且赔偿所有业主经济损失 共二百八十万 这大哥也是条汉子 在法庭上直接就晕死了过去 光修队也被罚了十万 并责令恢复被破坏的墙体 这下好了 大哥直接踩上了缝纫机 别说结婚了 刚买的房子都得卖掉赔偿我们 你说这是图什么呢 我是王心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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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 是什么呢 我肯不得了的 我肯不得了一遍 我肯不得了一遍 我肯不得了一遍